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开始带你来收看 自学火车站前的停车场 长期以来东华大学学生在连续假日期间 由于停车空间的不足 廉价是容易造成停车上的困扰 那么为了解决长期以来的停车问题 那么近日台铁运务段以及县议员徐雪玉实地的进行会刊 了解目前南侧新闭的停车空间 目前的发包进度 花莲自学火车站临近东华大学 每到了廉价总会吸引大批的学生搭车返乡 但是因为车站广场腹地有限 时常见到百辆机车夹工汽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自学火车站特地在南侧闲置土地开辟了600个停车空间 往南往南延伸 那大概准备600多个机车跟脚踏车的停车位 那我们已经办理发包 那11月30号因为流标 后续我们还会继续办理招标的程序 那未来做好以后 自学车站前面的停车格就是专攻汽车来使用 我想我们吴段长的工作能力应该是可以胜任的 他一定会很快的把我们的这一个问题能够把它做一个解决 然后把它发包出去 让这个区块里面南端的这个部分 能够增加600位的一个停车 我相信这样的学生在停车方面就不会有造成困扰了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往后做好了之后呢 是不是应该再做一个协调 公所也好 然后学校也好 然后跟我们段长这边再来做一个协调 那往后的这个停放的这个 如果有废弃的部分呢 我们要该如何来解决 如何来处理 我想这个往后呢 是一定要来做的 不然车子呢 有些学生已经毕业了 但是车子还留在现场 这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清除 被民众封为自学车站的奇观 时常在廉价 让汽车无法移动 台铁花莲运物段长吴津天天说 腹地的整理之后就能够提供 许多学生的停车空间 并呼吁学生和附近的居民 要发挥功德心 让大家都能够有一个良善的停车空间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